妈,你看我老爸 把我们这块大天木还值了两个立柱 这块老大都能盖得住 老爸睡着了,就说老爸睡醒了 我跟老爸去把这几个菜苗种了去 这是我买的西红柿、辣椒和茄子 今天我们是柴火灶大铁锅 又吃这个大茶粥 这个粥其实很多人不爱吃 我小时候不爱吃 但现在特别爱吃 尤其是玉米的味道非常浓郁 看看我们院里开了好多小白花 这个就是树莓 树莓的那种野生的水果 院里就长了 今天我老爸你看 就在这个位置掉到了好多条 那个叫什么了汪刺鱼 所以晚上弄个汤是够了 这汤也晒一晒 看看现在我这个小车 就是个U型的卡座 很多小伙伴说 这个布局一般用不到 其实这个布局就看你咋玩 其实还是用得到的 为啥说这个布局能用得到 这个布局就是说你这个车 比如你在楼下停着 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外面下雨 你前面你可以把这个座椅转过来 和这个一座小朋友坐前面三四个小朋友 五六个大人坐后面打牌聊天都可以 而且他如果你把它放在这个家里楼下 就秒变一个啥呢 就是秒变一个客房了 而且还可以唱歌打牌都行 是吧 门一关也不怕吵到别人 或者开到没人的地方 你在家里唱歌肯定不行了 做流水的是吧 除非你住一个大house 大别也可以 那天出去玩 我把这被子收起来 你看弄成这个样子了 这是啥东西 书页帖 你叫啥呀 喵喵喵的 有吃有喝的去自己玩去 小玩 你现在男朋友了 我去找男朋友先等着 好 好了 给他买了个男朋友 前两天就这么一个长成这样的一个别个大一点的菊毛 这些公毛来勾引他 这小玩意 然后就春心荡样子 这两天没来 来 我给你买一个 这来了 男朋友来了 看看 哎来亲了亲了 哎 好吧 好 我给你放窝里去啊 那窝里陪你好吧 哎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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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盆 盆放上去 好 去吧 哎 男朋友在这儿呢 去吧 跟玩着吧 这不是我的情人 不是 这跟你做伴省得寂寞啊 让他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啊 哎 你看 喜欢吗 咋的呀 老公都给你找来了 你还怎么的啊 嗯 去吧 陪玩去啊 哎呀 接着说咱们这个小车啊 所以说这个布局呢 用的也是挺多的啊 正常来说还有啥好处呢 就比如现在这个布局 我就可以把这个 看到没哎 这个床往处一拉 拉到这个位置哎 他就是个单人床了 就现在整个不动 我所有的东西都不动 拉出来他就是单人床 对吧哎 哎 你这边还可以坐人 这边还可以躺着人 是吧 都可以躺着 坐着 不都行吗 是吧 你看把这个往处一拉 看到没哎 这个一拉 这个往处一拉 这个店往里面一放 简单吧 就是一张那个单人床了 把桌子撤掉 整个一拼 就变成个双人床 是不是 所以说空间小啊 他这个一车多用啊 是非常有必要的 比如如果固定个单人床 是吧 卫生间对吧 那他就是个单人床 是吧 那如果我的固定成那个大床 就变大床了 卫生间就没有了 所以很多 尤其这个卫生间呢 一定把它隐藏起来 大家记住了就是 这种小的B型房车的卫生间呢 它不是常用的 理解了吧 它不是常用的一个东西 哎 甚至很多时候你会不用它 但是你就不能没有它 用的时候要有 所以卫生间的利用率非常低 这个小的房车 那当它低的时候 你一定不要拿它占位置 什么功能利用率非常低 所以你就把它隐藏起来 用的时候可以用 但是不要一直占着那个位置 而且还有这种小的B型房车 就是你所有的储物空间呢 充分的利用 你比如说这里 看见没 看起来就不大 一二三四五五瓶矿井水往这一放 是吧 它也是个不错的储物空间 包括这种很小的地方 你都要利用起来 看到没 这里是装的肉罐子 哎呀 大家没吃呢 我的这个午餐肉 不是那个 不是午餐肉 是烘烧肉啊 梅林的烘烧肉罐子 这你出去开一盒 是吧 你放点菜 一煮就可以了 妥妥的 哇 我这下面啥东西都翻车了 弄出来去 看着真难看 哎呦 地儿都脏了 来来来来来 衣服放前面具 我儿子的天还在呢 哇 没有了呀 你看 这里面也是储物空间 也都放了东西 所以说很多空间它不浪费 包括这后面看到没 哎 包括你的小窗台 包括这个后面 看到没 也都是储物空间 水 看我这水壶就往这 那是插杯 这水壶斜着一放 也不倒 是不是啊 然后你看看到的 所有的这种柜子里 都是储物空间 嗯 而且空调呢 一定要把它盖起来 露起来 你看是这样子 很多车是露起来 最早期这个车也是 那后期我感觉 还是把它盖起来好看一些 是不是 这么一看 刷 漂亮多了 所以呢 这个车呢 其实定义的就是多功能车 多功能旅居车 拉人也行 拉货也行 你拉货现在把这个收回去 这个收回来啊 摩托车可以推上去 对吧 拉人也行 拉货也行 都可以 相对空间也大啊 出去玩也行 周末带瓦也可以 所以说小的房车 它就是个多功能的 那当我们如果是想旅居的话呢 就是最好选那种大的拖挂房车 尤其是你房车玩过一段时间以后 再选第二辆房车的时候一定是拖挂 为什么 因为旅游过了呀 基本上很多地方 你玩个半年一年或两年房车的时候 该去的地方去了 然后你再选的地方 就是找这种山形水俱的地方 一住住个几个月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拖挂房车是最合适的 因为它有独立的卧室 像萌萌的那样 独立的卧室 独立的厨房 独立那个厨房呢 就是你煎炒烹炸 你的油烟也飘不到你的这个卧室里去 或客厅里去 独立的卫生间都有独立的通风系统 包括它的车是两个卧室的 两个卧室就可以独立住两家人 都比较方便 两个房间都有独立的通风系统 所以说我们选方车呢 就是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 是吧 目前给我幸福指数最大的还是这辆车 因为小巧开到哪里去啊 往那一停就是个家 就是那种特别特别有那种流浪的感觉 因为从小流浪是我的梦想 所以就梦想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 大家可以说什么人的想法都有 是的这个不错 这就是我从小的梦想 所以这个车还是我最喜欢的 幸福指数刚刚地 这就是岛主的房车生活